拿出试剂固定缓冲液试管 再把试剂棒按照说明 在上下牙齦内划圈 取出黏膜后放入缓冲液试管 等待20分钟 就可以知道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 操作方便且卫生安全 我可以直接投办卖机 我就可以在家里筛检 所以完全不会曝光 那从这样的鼓励大家来筛检 然后做治疗 那最后就是说预防的方式又多元 根据调查 台北市艾滋病感染者通报人数逐年下降 近三年的平均幅度达两成 显见在第一线人员的努力 以及合作之下 台北市艾滋病防治策略发挥成效 今年110年台北市大概有三家 就是执行计划 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审核当中 包含这三家医院 包含联合医院 临终婚院区 还有台大附设医院 还有台北农民总医院 艾滋筛检 预防性投药 稳定治疗 是艾滋防治的三个重要概念 民众也可以参加预防性投药 公费补助计划 针对高风险以及弱势族群 提供整合性的服务 才能够拥有放心而正常的生活 记得长的话 杉矛报导